会有一个感觉不是很舒服的 这个地方 他明明是什么 明明是已经切回来了 但是问题还会有那个残影出现 为什么会有残影 基本上呢 如果说你将来 会切换画面就会有残影 可是那个残影如果你想要不让他出现的话 只要在哪里呢 城市里面 所以说录制聚集不是不能改 可以改 你可以针对录制好的这个聚集 再去做编辑 也可以再修改 比如说我今天 不希望看到这个残影的这种状况 怎么办呢 有一个方法就是关掉什么 关掉那个 画面更新 所以画面更新的话 主要是有一个物件 那个物件基本上是sell 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这个物件呢 这个物件呢 它里面 点 其实这个application 是什么 其实就是上面 VDRAWBASIC for VPA 对吗 for applications 实际上指的 在这里指的就eSale eSale里面 它有一个 画面更新关掉的 所以你点下去 画面更新 画面更新的英文叫什么 screen 所以打一个S 所以你会发现打一个S之后 这边就有什么 screen updating 你可以把它关掉 等于什么 等于false 关就是false 好 其实只要加这一行 就可以 把刚刚卡卡的那个画面 给关掉 它主要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 假设做动作的时候呢 你不希望做动作的这个张中的画面会有更新 一直停在那个画面就好的话 你可以加这一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按下 刚刚会卡卡的 现在按下去会不会卡卡 你会发现 它就停在这个画面 东西就过来了 有没有 所以 以后如果你看到假如 尤其是你那个多工作表切来切去的话 会一直在闪动 不好看 你就可以加 所以